18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2月6日上午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集体出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里介绍说 这批患者在住院期间采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目前中医疗法对确诊轻症及恢复期患者治疗效果明显 两个医学各有各的优势 优势可以互补 不能互相取代 在这次疫情当中也是显示出这特点来 西医有西医的长处 呼吸疗法 支持疗法 循环支持 呼吸支持 那都是西医的 对吧 中医支持有中医的一个 中医改善症状 它调节体质的状态都有好处 但是我一直在强调 在恢复期的时候康复 中医药更有优势 张伯里认为 中医疗法对确诊患者咳嗽 乏力以及恶心腹泻等症状改善 效果明显 对亲证病人来说 中医治疗可以阻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向重症发展 促进痊愈 按照现在传染病的要求 他可以出院了 他出院这些病人 现在还有乏力啊 咳嗽啊 这些症状还有 这个应该继续吃点中药 当天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为18名患者举行了出院仪式 其中年龄最大的67岁 最小的23岁 住院天数最长18天 最短6天 当天出院的一名患者告诉记者 入院时自己高烧 乏力 食欲不振 服用中药汤剂后 症状得到明显缓解 胃口也好了很多 针对双黄连等药品 是否有治疗和预防效果 这一问题 张伯利再三表示 无病不吃药 不主张将其作为预防用药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